猪肉的诱惑,人从来都是犯贱的动物,有些事件遇事不能做,你偏偏走去做,有些人遇事不能爱,你偏偏走去爱,有些食物遇事不能吃,你偏偏就要吃,所以小时候老爸老妈教你不要吃鼻屎鼻涕,你就偏偏要一尝从鼻子流下来的鼻涕的味道,倒中学机的,年代老爸老妈跟你月中学生不应该谈恋爱,你却反叛到跟一个MK仔,MK妹拍拖, 所以,当我知道卡塔语是其中一个禁止猪肉入境和全国禁止吃猪的伊斯兰国家后,我突然间发现自己很爱吃猪肉,突然觉得所有猪制品都是卖,非佛,在伊斯兰教教徒的认知常众猪被冒为污求不竭,所以有绝大部分以一,斯兰教魏国教的中东国家是强烈禁止民和外展人把猪肉带入境, 为作诗猪,你可以去到几境,你明知走私猪肉入境是犯法的,如果被发现一境定罪,就真的要洗钱敬个菊花等做煎好四戏,但我第一次飞去卡塔尔的时候,我竟然够急释放了几罐五香肉丁在行李,空姐非常闲多事。